那你说他们在修弟子规的 他们在修这些善法的 为什么后面的一支箭扭曲了 就执着在后面的所有的一切规范中 因为规范这些东西好学 他念念之间的知道如何制止 但是制止以后 他不见得是大道 就是在这一点上 若是不能够厘清 很多人将来就会堕在上面 以为有所得 以为我精神已经规范 以为我能力如何 已经手持了 所以我在我手持之中 我当然怀疑你 你出家人都不见得比我手持的亲近 所以我心中自起高门 在家人尚且是如此 所以我讲的那一个是 要鼓励现在的行者 念念要立本 先要立本 就在本中 所以立本不是一个抽象的 什么叫立本 就是你念念之间要在决心上参 不是说念念之间还要听很多的声音 那叫立本 你念念之间已经懂得道理 就念念之间回光在决心上参 每一个起心动念处 你都要问这个跟决心相不相应吗 跟自己大决心体相不相应吗 因为大决心体本来能限一切法 他从来不堕一切法 他才能限一切法 我今如何还在种种感受上 随着这种感受 这种气氛 随他一次不断的脚绕流转呢 心生残愧吗 所以你在心生残愧中 你现前的脚绕流转这么样大的势力 你当下看到就是那一点根本心中的灵民 你看能够看到那一点灵民 那一点虽然如同星火般的微弱 将来也是你的金刚种子 他必定能破 他一定能够破千年案 将来让你让他大明使 他一定能破千年案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发现 你在决体上才知道现在什么的行持 你在大决体上才知道什么行持 在行持之中是念念归于大决体 叫法法 他不相失 不会失去 法法 他不是 只是流浪在法相之中 他法法能够成就相互成就的 那个时候没有人不欢喜 好要学律 没有人不欢喜 好要规范自己的当下 没有人不欢喜 看今天 我用东西用多了一分咯 心生惭愧 你看那不是向上的惭愧 你知道你已经在放纵决心了吗 放纵决心 你将来就甘心在做 三途流浪的苦难众生吗 你有一念不熟 你就是凡夫啊 你一念熟念念就是绝啊 将来你必定能够破尘埃啊 你有一天念念都是绝食 当然你不要怀疑 我只这样修念念知道是绝吗 这样就好了吗 这是因为你还不能够熟视于决体 当你能够这样子念念念念这样餐 你有天突然在感受之中 你突然异味 你会住在绝中看一切 你突然异味 虽然是这一点上 可是你看对了 突然异味 位子倒过来了 你位子倒过来 从来使之 根本不失 那叫常住了 那叫真住了 那阿罗汉的身为人叫做常住 跟踪了 大圣人叫常住 如是根本大决心体中 你能够常住跟踪 这一生都不失了 常住跟踪 你已经不随将来的后友了 不在一切感受之中 在追逐那些有向中的那种虚幻执着了 所以我是在这样子剖析的 我是在那种剖析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在心中 要担当 可能会 就是本不利 可能会 要担当 因为你要担当 本不利 可能会 那行者在修一切法时 能生警惕 能生 心里面 他能够汗毛直述 他能生几惕 他才会怕走错 才能怕走错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法中 哪个不是诸佛 智慧的慈悲啊 你不能够知道 众生鱼吃骨 所以有很多戒条里面 讲说 明明是应该你发心 但今天你智慧不能 所以我尽教你 诸佛就是用这种心 所以用种种戒条戒律 他就是 你不能够知道什么原因 我尽教你 等你真正能够亲近手持时 你真正在一些法中 都能够知道什么叫应量时 你才能够发现 这种决心 过去那种 不知道应量的那种虚妄 那种险难啊 一诗如是量 终身为凡夫啊 你一答如是量 从此叫慎贤 那完全不同啊 就算你没有到西方 将来生生世世 你是贤能 你是贤者 但是这里面 你要怎么会懂得这个道理 因为你已经念念反观了 所以法中都从经律论中下 所以经律论中 经是道理 律是行持 所以现前还是看到行持 经是无形无相的 那是心中的道理 行持才能够表达 说一个行者 你在不管在行为上 行仪上 跟心理上的建设 是不是已经通达 已经贯彻了 所以还是要看到 僧团的庄严 还是要当下看到你的 威仪的状元 所以当下所见 是所有一些行者的威仪 就像上次讲的五巨轮 你要了本纪以后 最后看到的 是马胜 威仪 心中就这样现的 马胜看到了以后 你才能够普选一切正语 你的威仪现前了 那才是一切形体 色相 言辞 论述 开始宣达实 所以这个五巨轮 你就发现 心性也是这样的五巨轮 他这样子念念 铺设的 陈列的 所以最初还要度谁 辽本纪 还要立本 辽本纪 叫焦成如 上次已经讲过了 大家有没有仔细听 现在大家再听一下 更能够贯通一下 这叫五巨轮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不可思议 万法维新 居然献出的世间 诸佛世线 一切地质的排列 行持 化度的 种种的次第 居然跟你心性相应 依法不离 不离开 你心中的次第建立 这才叫不可思议 这才叫知道万法维新 心中的一切地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